充加15 吸手武器请先看成本分析图 吸手武器充到加12应该就够了 但日服送一大堆钱不花白不花 基本要准备黑石50颗 强化用 最低阶同名武器20个 修最大耐久度用 召唤出小黑 将要强化的武器及黑石放上去 1-7直接突破就好了 成功率100% 冲加8如果失败会消耗一颗黑石即扣除最大耐久度 没关系 先冲看看 冲加8如果失败会消耗一颗黑石即扣除最大耐久度 冲加9我们来试用强制突破 武器以100%几率冲破 但最大耐久度直接扣20 黑石消耗3颗 带着同名的最低阶武器到铁区可以修理最大耐久度 比方说尤利亚符咒就要用尤利亚符咒来修 继续冲加10 继续冲加10 突破失败时除了扣最大耐久度 还会增加 潜在力突破确率 失败越多次就提升越多 直到你成功为止 继续冲成功为止 在要扣家中的掌断 大尽的掌断 不仅仍然负质 祝了 不要 大尔旦 不仅仍然负责 好 好可惡 好 最大耐久度不夠了 修完裝再回來衝 押千萬元 押千萬元 那些力集中 撥 inim 押千萬元 押千萬元 有機用 光 打打 打 打 會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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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做了蠢事 把拍卖场买来的腰带也放上去冲看看 没过伤心 就算过了也伤心 因为会损失前面15次的潜在力突破确绿 终于成功了 以上由Google姐姐配音 谢谢收看